3 2 1 專責有關於督導國家訓練運動中心的一些運作的一些事項 過去國訓業務由教育部體育署承接 如今改組法人化 独立於官方機構之外 作業更具彈性 經費與決策都擁有主導權 還能引進民間資源推動建設 有相關法令的規定之外 我們其他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彈性的運用 那這些無非就是以 創造這個運動選手跟運動教練 為中心的這個服務 國訓除了目前二十二公頃腹地內 已經完成整建計畫第一期新技集館以及球類館 還規劃另外十六公頃建設預定地 也已經取得軍方同意 將繼續推動第二第三期建設 而舉辦接牌儀式的新場館 在驗收通過後 也將啟用作為舉重訓練場地 當然是希望說能夠越快啟用越好 因為在這個場館看過之後 他是比較符合我們國際比賽的規格 那對空間放大來說的話 對我會比較有利一點 新場地空間感 照明等硬體設備 都具有國際水平 讓人穿亞運一舉奪金的林子祺 更能安心備戰市井賽 以及巴西里約奧運 國訓法人化 期待能用更有效率的方式 繼續肩負起培訓國手的重責大任 자신會推住 輪志 viver 這個 無事 推出 依我 與我 我們是